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任務的專訪 帶大家瞭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 背後值得我們要關注的一些議題 讓我們在看這些議題 這些事件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我更期待大家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因為公眾的捐款才能夠讓獨立媒體 真正走得更遠更好 做更多的報導以及更深入的討論 也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其實過去這大概半年來 我們做了好幾次跟礦工有關的議題 今天我們在做這一次的討論當中 也一樣是跟礦工有關 不過過去我們可能都是在談 喉童的這些礦工的經驗 或是一些相關的展覽 我們也帶了大家到喉童的礦場 文師館裡面去做了一些參訪 但是我們今天要回到一本書 那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末代女礦工海山煤礦與一位社會學者對礦工阿嬤的生命考決》 這本書是輔大社會系的教授 戴博芬呢他自己書寫他自己的阿嬤 這個張張珍貴女士的一個生命的經驗 但他不是只有放在阿嬤的生命史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 而會把阿嬤的生命史看到放到整體的台灣的 礦業發展或者是經濟發展 甚至整個勞動史的角度來一起考察 一起對照一起討論 我覺得這是一部非常非常棒的一本書 所以今天我們就邀請到了這本書的作者 戴博芬代老師一起來跟我們討論這樣的一個議題 博芬你好 很小早 好久不見了 真的真的 上次介入也是上我們的節目 那應該有四五年以前 有哦 一般學者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那其實我看來這本書也是蠻開心的 就是我們看到一個蠻有系統的在談 礦業史還有在談個人生命的一本書 那我想一開始先請教博芬 是什麼樣的一個契機跟原因 讓你開始去寫你自己的阿嬤 那我知道有些時候 我們知道很多的作者都會寫他自己的家人 或是紀錄片會拍他自己的家人 然後他拍的原因是因為我對我的阿公阿嬤不瞭解 或是我跟他過去是一種陌生的狀態 那你在拍之前跟阿嬤的關係又是什麼 也很類似 因為我的家人都在土城三峽一帶 但是我們家是唯一就是在我還沒出生之前 我爸媽結婚之後就移民到台北市 所以我們算是少數進入台北淡黃區的城鄉移民 所以跟原來舊的這些親戚家人的關係 都是變成只有年節才回去 平常並沒有很深刻的接觸 那我的阿嬤 這是我的外婆 因為她從小她就是 就是在礦村出生長大 那她的一輩子也都待在礦產 所以我們回外婆家的時候 其實是進入海山煤礦的公寮 因為他們住在公寮裡面 所以我對公寮是有一些童年記憶的印象 但是除此之外 其實我對礦業一無所知這樣 會寫這本書當然跟很多人 到了某一個年紀 中年開始有一點想要回顧自己過去的生命 還有自己家庭 當然就會追溯到自己家庭 我想這種好吧 中年危機 這種主人的心態是有的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可能 一般人比較沒有的心態就是 因為我是社會學者 所以社會學非常非常關注的一個核心議題是階級 特別是社會流動 簡單說起來就是說 你的爸爸媽媽是什麼樣的職位 你的祖父母是什麼樣的職位 那到你的時候會變成什麼 那當然社會學家最關心的是說 如果你的祖父母像我的祖父母是礦工 那我現在是大學教授 那這個某種程度會被視為是階級翻身 或者說向上流動的這種概念 那所以這就是所謂的教科書上面寫的事情 但是回到我自己身上 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我變成一個向上流動的精英分子的時候 我跟我原生家庭的關係就越脫節 所以好像原來教科書上在討論的議題 跟我自己的生命經驗竟然是這麼樣的斷裂 所以某種程度說起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 我覺得我有這樣的感受力 覺得應該要回來追本溯源 去看我們家國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 所以對你來講它其實是一個某種的中年危機 就是你剛剛說的 另外一部分其實也是 你對一個社會學的一些理論概念上面一些反思 但是我覺得蠻有趣的是探索家庭危機 探索因為中年危機或探索自己的家庭 你可以存在選家庭嗎 可是為什麼你會把它拉到一個更宏觀的視野 來去看這件事情 這當然也是某種社會學的訓練 因為如果你去問一般人 像我阿嬤的 他自己對自己生命的看法 因為我阿公是曠災過世 而且同早就過世了 37月過世 我阿嬤32歲就開始面對 自己要獨立養家活口 這樣的一個重責大任 他的長名 長名之事就會說 胎命 命不好 他就是一個苦命的女人這樣 但是我從社會學的角度 當然不會覺得這是命 這當然是一個社會結構造成的 我阿嬤的困境 或者不只是我阿嬤的困境 他那個年代所有女性礦工的困境都非常雷同 因為他們面對一個殖民主義 因為我阿嬤從日治時期一直到現場 殖民主義 先是殖民主義 再來就是整個台灣的進入國民黨政權 這種非常相對比較集權戒嚴時期 然後對於這個礦業的一個治理所造成的一種 少數資本家壟斷的這一種非常扭曲變形的礦業結構 當然還還免不了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富權社會 對於一個女性的壓迫 這個零零種種 我的社會學訓練告訴我的這些結構性的問題 這些是一般民眾在看自己的生命過程的時候 比較難去洞察到的 所以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的社會學訓練就會讓我非常關注這些比較結構的面向 如何對一個女性礦工形成一個比較整體的壓迫 這個說起來還是專業訓練的原因 的確這樣的一個專業訓練或是所謂的社會學的視野 或社會學的想像 在我們看待一個個體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們不會純粹的歸咎於命運 或是歸咎於個人的歸因責備 而事實上一個人的成長一個人會長成什麼樣子 他事實上跟他背後的歷史 整個社會的權利的關係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那回到這本書 最主要是談你阿嬤的這個生命經驗 那裡面其實我們從書名就知道阿嬤本身就是一位女礦工 那其實在台灣過去我們對於礦工的有一些禁忌 包括女性入礦 入這個所謂的礦場就是本身就是一種禁忌 那阿嬤為什麼會去擔任女礦工 那在你自己的觀察當中 或者是你自己的這個書裡面 其實大概會有多少的這個女礦工 在礦場裡面什麼樣的比例 或是他們多半做些什麼樣的工作呢 其實我在寫這本書之前 我也以為阿嬤是在海山坑外做燒水的工作 因為他從我阿公過世之後 他幾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坑外做雜工 那因為那個我阿公是等於是殉職的礦工 所以當時海山公司的老闆還是對這些殉職礦工的家屬 就是有照料的 所以他就被從坑內 調到坑外去做一些雜工 那所以我的 我一開始我也以為我阿嬤只是坑外的女工 後來才知道說 從日治時期 就是海山的前身稱為山本碳礦 女性就已經被鼓勵入坑工作 那以昭和二年1927年我阿嬤的那個 那個年代 出生那個年代 那時候山本碳礦應該已經經營了十幾年了 他們裡面的男工大概427人 然後女工39人 所以實際上 大概有差不多 將近十分之一的女性勞工 女性礦工就被鼓勵下礦去工作 那至於在坑內做什麼事情 我本來也很科白 性別科白印象的認為說 男工就是做比較危險的爆破 或者是說這個 爆破就是絕境工 就是在前方礦 那個礦坑可以推進 然後去挖更深的裡面的礦脈 我以為那種爆破的功能是不會由女性擔任 就是因為它比較危險 或者是挖礦的功能 挖礦要很大的體力 因為女性不會做 但實際上也不是 據我阿嬤那時候 在坑內工作的看到的景象 因為它是屬於搬運工 搬運工是蠻多女性是做搬運工的 因為那是比較低技術的 是搬運 那爆破跟剛剛我說的那個煤 還有另外一個叫修改 就是修改 就是架那個 他們稱為爐樓 就是那種支架 讓那個礦坑往前推進的時候 然後它上面不會攤下來 你覺得它會做一個可能是一個 拱門類似的這種支架的方式 用相似木做支架 大概每半公尺或一公尺做支架這樣子 讓坑內的結構會比較穩固 不然往裡面推進的時候會 可能會坍塌下來 那像這一種 我剛剛說的這三種工作 刻板印象感覺 我剛剛說的是爆破 還有做支架 還有挖美 感覺是男性 因為要嘛就是涉及技術 不然就是危險 再來就是需要耗體能 對 這個我們在刻板印象上 覺得都是男性的工作 坑內就是坑內 但事實上我阿嬤的經驗 記憶 其實每一項工作都有女性在做 那有些是做助手 但是有一些其實也不見得是助手 就是說 女性如果能力很強的時候 當時其實也鼓勵他們去做男性的工作 所以這個都我們一般感覺 換工是男人的工作 好像也不太一樣 但是在實際上三本煤礦的 日治時期的統計裡面 並沒有記錄這一些在坑內工作的女工 他只有 就稱為女坑夫 他沒有記錄坑外的雜工 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日本本島受到那個 國際這個勞工的一些法規的規範 就是他們自己已經頒布勞動法去禁止 女性下坑去工作 我想是日本本島的法規 但是這個法規 對三本來說 因為他一定知道 日本本土已經禁止女生下坑 但是遠在南方的殖民地呢 當然我覺得就是爭議之言 逼之言 所以基本上 三本他們在報給日本殖民政府的統計資料裡面 並沒有包含在坑內工作的 特別是台籍的女性勞工 並沒有這些的 它是個黑樹 但事實上 以我阿嬤的經驗 是有這樣子的女性工作 因為在後面 就有這樣的女性在裡面工作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像我們某種刻板化 好像女性都是在外頭 但實際上面 他不只在外頭也在礦坑裡面 然後做的 某些人也跟所謂的男性做的是傳統的 同等的這種所謂的初衷的工作 那這樣我們還是覺得 有一些在性別上面 或是文化上面的一些差異 例如說 我們去訪問周朝南去看到 他就展示了一張很大的照片 說不僅是躺腳踏 我又躺腳踏 就是說因為裡面非常的熱 然後他們沒有辦法 著衣在那邊工作 那女性在裡面會不會有類似的這種 會不會有類似的 或是一種尷尬呢 或者是說 女性可能有生理期 那生理期 他在裡面工作的話 他還是得工作 那怎麼去熬過那個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一個很大的煎熬 煎熬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有生理價 這個東西在過去應該沒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又要再做這麼粗重的工作 這個在性別詐異上面 或者是在裡面會不會有一些尷尬 或是一支不知所措的情形 經常被討論那個議題 就是認為說 因為坑內的工作非常濕的 所以男性可能是裸體 然後女性可能穿很少 甚至說不定有人也想像是裸體 那日本那邊的那個女礦工 確實是有光子上升之類的 這樣子的影像出現這樣 但事實上我們可以想像 坑內其實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在地面上 坑內是黑暗的 因為我們的礦坑 三本 以這個海山來說 他深入地下是到550公尺 最深的路方 你到地下550公尺 你想要你要手電筒 就是說你是沒有光的 一片漆黑 礦工是靠頭燈 或者是機關車的燈 就是他們的那些台車 電動機關車的燈 才會看到坑內的這些坑壁的狀況 還有地面的狀況 所以在一片黑暗底下 你有穿衣服跟沒有穿衣服 其實是看不到的 就是除非你去照對方 另外一個就是每一項是很深的 每個每一項一組人在工作 然後女性有時候 不一定跟男工是做同類型的工作 然後這一組人坑內工作的人是常常在替換 因為譬如說今天是你挖比較深的 譬如說七片道 我是挖比較淺的 隔一段時間就要 比如五片道 就是不用做到那麼深的地方 我們會公斑 大家想像公斑會輪流調換 不然就為什麼我每次都要進到那麼深 你就挖那邊比較好挖的 那就會有一些 其實他們內部有一個遊戲規則是會 等於是小小的公斑會輪來輪去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想像那一種在平面工作 然後在一個風和日曆 非常亮麗的日光燈底下這種辦公室 當然你這樣就會產生很密切的互動 但是我們必須要把坑內的工作想像成一組人 然後可能是非常孤立的 在不同的每一項裡面工作 所以他碰到的機率 其實並不是 就是說會碰到 但是其實那個接觸是很低的 可能碰到也看不到對方 到底長什麼樣 也看不到對方 對 所以這就是說 這是我們想像在坑內會發生 好像很容易看到 其實沒有 反過來說 因為在坑內你的那種生理 要解決生理的問題 比如說上廁所 或者是女性的生理期 實際上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尷尬 因為你看不到 除非你應該要去照對方 不然的話 你也其實就是自己 就很像登山的人 有時候你就就地也放那樣 過在坑內就找個地方遠一點 然後就去上了 然後就埋掉這樣子 那只是說出坑的時候 出坑的時候其實是可能 出坑雖然可能會看到 但實際上因為你在裡面 已經挖到全身髒兮兮了 所以其實有那些 因為那時候沒有 並沒有像現在有衛生棉 所以女性進去工作的時候 生理體系是用一些破壺 或者是廢棄的一些棉被 或是什麼就是比較簡單的去處理 所以他們在裡面也沒有辦法更換 所以就等於全身這樣髒兮兮 那個精血混著那些玫瑰 就這樣出來 所以那種血 暗紅色的血跟玫瑰混在一起 其實也並不是很明顯 但是就是必須忍耐著到出坑回家的時候 才能夠去更換梳洗 到洗澡間 最早沒有洗澡間的時候 是要忍耐回家 後來開始有像山本這種 日本的人開了礦場 就一定會開澡棠 所以就變成要到澡棠洗澡的時候 才能夠洗去全身的這些污秽 所以就是說可以想像那時候工作 女性確實在坑內工作 在面對生理期或者是其他這些限制的時候 真的會比男性辛苦非常的多 的確就是博芬透過這些訪談 讓我們了解在坑內的實際的 這種工作的狀況 那這本書其實不只是談 這個阿嬤在這個坑內裡面工作的情況 那其實也談到阿嬤的家庭 跟這個所謂的感情的這樣一個關係 甚至你阿嬤也被人家認為是客夫 那阿嬤除了在礦場工作之外 他事實上也是一個職業的婦女 但是這個職業的婦女 他其實比一般的人更為辛苦 那他還要在礦場工作 然後忍受那樣的環境 然後還要去照顧家庭 所以阿嬤在這個家裡面的 那種角色跟處境是什麼 然後他又怎麼樣去面對 這麼多重的這種角色 或是家庭的期待呢 其實我覺得我在寫我阿嬤的生命經驗的時候 我覺得他其實根本沒有時間去思考他要怎麼去處理所有外在人的眼光 他從一睜開眼睛就是工作工作 然後家務勞動他要做 然後那個坑內就是說去挑水 挑炭然後去燒水這個工作 好像聽起來很容易其實也不是 因為古時候從澡堂到那個坑口要去取炭 然後再挑回那個澡堂去燒炭 然後提供那個礦工熱水 這其實是一個很沉重的工作 並不是像我們現在想說 有瓦斯爐一點就好了 不是 他來來回回要挑炭 每次挑的數量可能都要二三十公斤 我換算過都差不多要挑二三十公斤 然後要不斷的生火就是燒炭生火這樣 所以其實也是非常沉重的體力工作 然後家裡所有的家務勞動他也是需要負責 包含煮飯給小孩子吃 還有一些以前也沒有洗衣機 還要去洗衣服 就是說跟現在即使用現在來說 一個女性要兼顧外面的工作跟家後工作 都是非常艱辛的 更不用說在那個年代是完全沒有電氣化的這些設備 全部都要靠人工去洗衣服 然後連煮個飯可能都要生火的這樣子 用灶生火這樣子的一種狀況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沒有太大的力氣 再去面對這些流言流語 但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其實是我的阿咒 就是他的婆婆 因為婆婆喪子之痛 還有他自己其實也有兩個先生過世 他嫁過兩次 所以他一直被指責他是客夫 而且非常嚴重的客夫 因為死了兩位先生 在那個年代一定所有人 大家都認為他是客夫命 那他把這種自己遭受的這種委屈 然後他沒有辦法發現 然後又轉移到我阿嬤身上 所以我阿嬤真正面對到的客夫這樣的 或者是工作上或者是家戶上對他的壓力遠 其實反而是他的婆婆 所以在這樣狀況底下 我覺得我阿嬤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都不說話 只是拼命的工作 然後他已經太多事情要承擔 他根本沒有力氣再去應對其他人 除了他的婆婆對他的這一些直接的言語 或者是身體上的暴力之外 外面的人其實就是他是沒有力氣去處理的 不過這個定身這麼最親近的人的壓力 或是暴力 那有時候是最可怕 最難去處理跟面對的 那當然有時候可能是工作實在太忙了 我要做的事情太多 我那個反而是也許對他來講是一個所謂的消解 或者是某種的逃逸到另外一個事件裡 我就可以暫時不管他 我是我根本沒有力氣去管你的流言蜚語等等 那事實上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相信你對你的阿嬤或甚至你的家庭 應該有很多的發現 而這個發現或許對你來講是一個衝擊 可是我在看你這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你很冷靜的去描述這些東西 就是說你沒有什麼太多的評價 而是在去陳述這個一個事實 可是你做一個社會學者 當然有某種客觀性的研究的能力 可是你又作為一個家庭的成員 你難免會有一些情感情緒在裡頭 我不知道你怎麼去擺放你自己的位置 怎麼去拿捏這個所謂的 例如說好了 我就是從社會學者我進入到田野 但是我又可以遠離到田野的這個過程 這個一般的研究也許可以做得到 可是你就是在這個田野裡面的成長 你是怎麼去處理這樣的一種關係跟情緒呢 其實在寫我媽媽的故事的時候 我自己寫的時候都覺得非常的 很難想像我媽媽經歷過的 原來我媽媽真的經歷過這些苦難 像譬如說其中一項我覺得 讓我覺得我完全無法想像 就是在我阿公過世 我阿公過世是1959年的6月 那一年我媽媽就發生了三個 跟她生命很重要的這個影響 就攸關生死 那其中有一件最嚴重的就是 因為我阿公過世的時候 我阿公過世之後 她又懷孕 我阿嬤又懷孕 所以海山把她調到那個外面的 去看守那個棚 就是一個非常輕鬆的工作 就是人家把那個礦集中 運到某一個空地 然後等那個 那時候已經有公路 等那個卡車來運送 所以她只是在那邊 閒閒沒事就住在那個棚 去看守那個礦而已 看有沒有人偷礦什麼之類的 是一個閒拆 等於 那為了讓她去看守棚 就在那邊搭了一個零食公糧 然後就是用雨林板隨便搭一搭 還有木板搭一搭 然後屋頂也是綁在那個綠竹上 然後所以就是一個很簡陋的公寮 然後那個除了那一年颱風他們差一點 因為那個一個很非常大的颱風過來 就是他們差一點 整個公寮都被吹走 那時候我阿嬤是跟著 她那時候還帶著三個小孩 最大是我媽12歲 然後我大舅8歲 我的小阿姨4歲 肚子裡還有一個小孩 就一家人 因為那個公寮的屋頂都被掀了 所以雨都打進來 所以只好抱著一家痛哭這樣 然後坐到天亮 好不容易颱風走了 大家都沒事這樣子 屋子也沒倒 那這個已經是非常艱辛的 想要讓全家人都能夠存活下來 就已經都很困難 那到10月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阿嬤林彭要生小孩 然後到差不多晚上她肚子痛 然後要生產 那問題是沒有任何女性 成年女性 不要說產婆 就是說以前在礦坑工作隊的女性 生產是一個生死官 她很可能難產而死 因為什麼醫療資源很遠 然後她常常做到生產的當天還在坑內 或者是坑外工作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危險 那時候她沒有任何人在她身邊 然後我媽媽那時候十幾歲 她也不知道怎麼辦 她就跑去 她們那時候是在土城中央路 她就跑到中央路上 因為那是省道 去叫計程車要攔計程車 可是那個時間根本很少計程車 然後看到 結果勉強看到一輛通過 看是一個小孩 她也沒有理她就走了 那回到那個就是我媽媽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人可以援助她 她就只好自己生了小孩 然後自己把那個擠袋繳得非常緊 把她弄斷 然後又把小孩洗完澡之後 她才去休息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很難想像一個女人 能夠自己生小孩 沒有外力 沒有慘婆 沒有助產式的狀況底下 自己在一個攸關生命 如果她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可能她會死 她小孩也會死 所以她就用非常艱難的方式 去把那個小孩子生下來 所以我媽媽在說這一段的時候 我完全無法想像那個年代的女朋友 要到這個程度 所以你說我自己也沒有感受力 有啊 我想任何人聽到這樣 你都會覺得不可思議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只是就是說我在寫這一段的時候 自己都覺得很傷心 但是我讓我感覺到是 我媽媽怎麼能夠這麼堅強去面對 對 就是為母則強這件事情 然後到年底的時候 年底的時候 因為我媽媽在十幾歲就進坑 所以她三十幾歲 她其實已經開始有那個成倍病早期的症狀 就是她氣喘 然後氣喘非常的嚴重 而且再加上她生了小孩之後 我們有坐月子 然後就是一直還是在勞動 所以 就是氣喘喘不過氣來 後來就被送到那個 三峽的長明醫院 然後醫生覺得她沒救了 把她推到那個 太平間 太平間外面周邊 不是裡面 但是就是太平間 就是那邊病床推到太平間 那家裡都沒有任何人可以陪她 就只有我四歲的小阿姨 跟我阿嬤兩個人 在太平間旁邊 孤了一個晚上這樣子 然後到第二天 我阿嬤竟然沒有美食 然後我阿嬤再說這一段的時候 她說那時候她躺在那裡 就感覺那個醫院的鐘 那種都是那種白白的 那個搖擺的那種 搭搭搭 然後門好像有個門這樣 奇怪這樣子 一直在好像進進出出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是再忍不住了 我終於寫了一段我自己的看法 前面我都是講事實 對 就是我覺得死神一定是來過的 只是覺得我阿嬤太可憐 所以沒有把她帶走這樣 所以就是說 寫我是很有感覺的 但是我覺得這種感覺 是要讀著去感受 那我還是忍不住寫了一段說 神要把她帶走 所以我想 我在怎麼說我阿嬤怎樣怎樣 其實這些事實看過的人應該就會感受到 不需要我再去說她好可憐喔 沒錯沒錯 真的就很可憐啊 嗯 嗯 所以 我能夠做的就是我把我看到的 我聽到的 能夠據悉尼的寫給讀者看 那我想我相信讀者都看到這一段 因為很同身受 嗯 的確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做這種比較批判性研究的時候 大家都有很多的價值觀 會在我們的作品裡面出現 不管是報導也好 或是論文也好 可是我也常常覺得說 如果我們可以好好的描述一件事情 那個事情本身就很有力量 它不需要太多的那種言語 或是那種評價在裡頭 讓大家看到這個讓人家覺得哇 非常荒謬 或是非常不可思議 非常震撼的故事的本身 那它就是一個事實的呈現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力量的本身 那我們剛剛聽了這個博芬談到阿嬤的 整個生命的經驗勞動的歷史 當然這邊只有談到真的只有一小部分 這書裡面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值得我們再去感受 值得我們去同理 值得我們去了解 那個時代的女性 他所面臨到的各式各樣的處境 或者是一些困境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回過來 我們的節目當中要繼續訪問博芬 就是阿嬤的故事 不是只有阿嬤的故事 阿嬤的故事 他可能是整個台灣的礦業史 經濟發展史 勞動史的故事 這裡面其實也處理到非常多 這個背後的政治經濟的關係 背後的制度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過頭來請教博芬相關的討論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祥 燦爛時光會客室 有Podcast頻道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我非常期待你可以透過券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公眾的集資力量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真正的獨立 讓獨立媒體能夠走得更遠更好做更深度的報導 以及討論 也讓我們可以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來介紹一本書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末代女礦工海山煤礦 與一位社會學者對礦工阿嬤的生命考訣 今天這一位作者也是一位社會學者 輔大社會系的戴博芬教授 也在我們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 博芬你好 大家好 我們在剛剛上段節目當中 其實比較著眼在阿嬤的生命的經驗 但是我覺得既然是一位社會學者 既然是一本好看的書 他就不會是只有純粹的單純的個人 因為個人還是被鑲嵌在一個大的社會結構大的社會制度當中 所以我們在這一段我們就要開始來談阿嬤的背後的這個結構的問題 或那個制度性的問題 特別是你在這本書的標題有標示出一個礦場叫做海山煤礦 阿嬤工作的這個礦場 是這主要的一個背後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是一個海山煤礦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礦場 那剛剛你也談到這個早期的海山煤礦是又叫做三本煤礦 他是一個日本人的他們開始經營 那為什麼後來在戰後之後又變成這個現在的李嘉在做經營 那政府在裡面的角色是什麼 或者是政府在當時怎麼樣去轉手這樣的一個礦產的所有權 以及他對礦工礦業的態度 我們的政府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李嘉其實是台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大的礦業主 除了岩家基隆岩家之外 那衛方李嘉跟基隆岩家應該就是台灣的兩個過去兩個礦業的巨破這樣 那可是李嘉跟岩家的興起的脈絡非常不一樣 因為岩家在日治時期他就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礦業家族 但是李嘉是到戰後的時候才慢慢崛起 雖然在日治時期他們也有經營礦產 李建興原來他其實是一個喉童的一個小書記 那但是因為在日本的那個礦產底下 礦業底下工作 但是因為他很誠實 所以有得到賞識 所以他就因為這樣子而進入礦業 但是他還是他的那個勢力版圖 企業的版圖還是在比較東北角 可是在戰後 國民黨來接收台灣的時候 把台灣的煤礦 就是收納到台灣省的農林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那這個而沒有收歸國有 這個決定是在當時是一個蠻特別的決定 大家都知道說礦業當時也是一個 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經濟產業 不管是在產值上 那特別是在過去的煤礦 其實是一個軍事工業 也就是說從那個船舶 軍用的船舶 火車 還有一些很多工廠 那時候主要的動力是蠻美 所以以這麼重要的一個軍事軍火工業 怎麼會交給師部門去經營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能源 最後都是收歸國有吧 但是礦其實並不進來是如此 對像比如說 唐業 唐業還蠻重要 是台灣當時最重要的 最大的 那就是台唐變成國營企業 可是礦為什麼沒有收歸國家所有 這件事情我也非常感到懷疑 但是後來我才發現說 其實從日治時期開始 日本人統治雖然 雖然統治台灣 但是他並沒有直接去挖礦 雖然他有指定 像比如說四角亭 吉隆四角亭 是海軍的礦鐵 就是要做軍事使用 實際上殖民政府本身 並沒有能力去挖礦 所以他做的事情是開放礦權 那吸引日本的殖民 日本本地的資本家 來台灣開礦 那他能設定一些條件是 開礦的條件 雖然好像表面上大家都可以申請 就是他沒有任何經驗的人 也可以採礦 那甚至日本政府還做的那個 就是礦業調查的地圖 那個有點像藏寶圖 然後去發給日本企業界 也鼓勵他們來台灣開礦 所以在日治時期 就有很多日本企業主來台灣開礦 但是實際上在開礦過程當中 他們發現一個非常困難的地方 就是說開礦是一個 因為台灣的媒層很深 就是像其他地方 那個是露天開起來就可以 台灣是需要動地機械 然後挖到比較深的地方 才能夠採煤出來 那早期只能仰賴人力 那大多數的煤層分布都在 蠻偏遠的 所以日本人在雖然拿到礦權 可是自己很難去採礦 所以他就採取 從日治時期就採取外包制 等於是僱傭台灣人去做第一線的工作 可是他又沒有辦法 對整個勞動過程控制得非常緊 所以他只能用外包的方式 就是讓包工頭 台灣的包工頭去負責第一線的菜煤 就是所有坑內的工作 幾乎都是外包給台灣在地的包工在操作 那他賺什麼 他賺就是後端的行銷的這一些 煤礦的行銷 那因為日治時期又碰到那個 後來太平洋戰爭 所以所有的這些又統籌給國家 所以煤的整個生產跟行銷 是由日本殖民政府控制的 可是其他真正的生產線的部分 卻是非常外包 就是控制在台灣的這些小包工頭 或是台灣在地的那個小煤礦主 嗯哼 所以就形成一個比較特別的一種採礦的模式 那這個模式在國民黨來台灣的時候 也同樣被國民黨採用 因為國民黨也是一個 某種程度也是一個外來政權 所以在還沒有還沒有控制台灣的政局之前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處理這些生產線上 而且是礦跟糖比起來 糖業都在平原地區很好控制 可是礦都在那種深山 就是非常偏遠的地區 那那個是軍事控制力所不及之 嗯嗯 那在國民黨來台之前 在南京開過一個全國性的礦業會議 就怎麼樣生產爆火 然後來那個提升這個礦業的產值 台灣的這些礦業主 就台籍的礦業主 嗯我想應該是嚴家 因為具體沒有說是什麼人 他們就曾經去南京開這個會 而且那時候就有指出說台灣的礦礦的生產 就是跟中國大陸不一樣就是我們很深 然後都技術都掌握在台灣人手上 嗯嗯嗯 曾經去去認為礦要開放民間會比較生產力 無法就是那個變數開礦之後採到礦 然後他的產能多少這些變數很難控制 所以不以國家而又要民間 所以這個某種程度奠定了台灣的礦 在戰後國民黨來台灣 並沒有像唐這樣收歸國遠 而是放給各個中小企業去經營 可是放的時候 因為他又是一個重要的軍火工業 所以他並沒有辦法真的透過市場機制這樣放 那當然因為李嘉在日治時期 曾經因為李建興本身他就並不很 就是其實他就有那種 可能是中國的那種世代部的精神 比較反日的這樣的一種情節或者是一些行為 對然後也被日本人 就曾經把他們拘捕 是一個稱為瑞芳事件 然後他們有兄弟也曾經被驅打致死 所以有一個驅打致死 有一個是打到耳榮 就被日本酷刑過 所以他們的抗日的那種 非常抗日的 是代表性的台灣台籍四身 然後抗日這樣的一個案例 所以國民黨來台灣的時候 他要把礦權放出去的時候 其實他當然基於仇用 然後基於信任 就放給李嘉 其實他們對嚴家並不信 不過我認為其實這有一點牽制的作用 就是去扶持一個 可能跟他們比較新的本土勢力 另外一個本土勢力 來制衡嚴家 因為嚴家勢力跟很大 對 我的書沒有特別寫到這一段 我讀文本 歷史我覺得是有這樣的味道 但是這個放給李嘉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比較特 因為他是一個 大家想像說那時候 是一個威權政府 軍政政府來台灣 他放給李嘉的時候 是直接把日本人所開的礦 大礦都放給李嘉 比如說海山就是大礦 山本是大礦 然後那個瑞山 頭銅那邊也是大礦 就是他把日本重要的 一些企業家的礦收 礦權收回來之後 是放給李嘉 可是放給李嘉的時候 他用的是 叫做庚哲有其田 這很奇怪 庚哲有其田的意思是說 放給李嘉的時候 不是放採礦權而已 他是放土地所有權 我們知道以今天來看 譬如說大家知道 秀林鄉雅尼要採礦對不對 他跟國家申請的礦權是採礦權 而不是花蓮秀林鄉的土地所有權 可是國民黨放給李嘉的 不是只有採礦權 日治時期三本探礦跟日本殖民政府 申請的也是採礦權 而不是土城這一帶所有的 這個礦區的土地所有權 但是國民黨來台灣的時候 特許給李嘉的 這已經不算特許了 除了採礦權之外 還有整個土地所有權 這也是為什麼會導致後來海山煤礦有沒有 收坑之後 李嘉可以把這塊土地賣給元雄集團 因為他是土地所有權 他不是礦權而已 所以他可以轉賣給元雄集團 那這裡面就有一個土地的爭議在期間 就是說國民黨政府來台灣的時候 還沒有制定 其實在跟著有期田之前 他就已經把瑞山煤礦放給李嘉了 所以這也沒有法源的狀況底下 為什麼一個台灣的企業家 他可以持有日本日治時期的礦區的土地 我覺得這是我對整個台灣在戰後之後 我們看到礦工面臨的困境 包含被破千 還有像現在那個瑞山煤礦面臨的困境 就是他們竟然還要跟李嘉租借那個文石館 李嘉為什麼會有租借權 所以從土地權所來看 我認為他們現在目前李嘉的所有權持有 其實是一個特權 就是國民黨特權政治底下造成 還是可以去追究說 那在山本探況之前 比如說在山本探況之前 山本當然是在台灣農民 的農地上去沾收他們的土地 變成山本的探區 為什麼沒有還給當地的農民 而又變成是後來 就是順道轉移給李嘉 又轉賣給遠雄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這本書裡面有對這樣的問題有提出質疑 這也是我們在面對像賴清德的副總統 他們家面臨也有類似的問題 可是我們要去討論的是 礦權為什麼在國民黨來了之後 會總成土地所有權 那個礦區的土地所有權 到底應該歸誰所有 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這的確也是一個 我覺得也是一個轉型正義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到底 私產然後變成公產 又變成另外一個私產 那這個過程當中看起來是 博芬的描述是有非常複雜的政商的關係 或者權利的關係 甚至可能某種的特權 他也還不是特許 可能是一個特權的概念 去做的這件事情 這是這個社會裡面在談礦業這件事情 歷史在過去賴清德副總統的老家的爭議 他也沒有拉到這個層次上面來談 那這本書的背景 我們剛剛談到是以海山煤礦做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背景 一個礦區的討論 那我們大部分的台灣人 或者我們世代的台灣人對海山煤礦的了解 大概就是海山煤礦的災變 而那一陣子大概也發生了三個很大的 這個煤礦的災變 所以也開始到我們就覺得說 哇這個煤礦原來是這麼的危險 我們以前真的是那種 所謂的吃米不知道要米給 就是用了這件的 原來不知道 這個幫我們去做這些人員的 這些勞動者的辛苦 以及面臨到的各式各樣的危險 社會才開始慢慢的這樣的一個 有一些認識這件事情 我不曉得在過去台灣的這種 所謂的災變的情況是什麼 那海山煤礦是一個非常大型的 這個災變 那當時的政府或者是當時的財團 李佳等等 他們怎麼去處理 怎麼去面對這個 那麼那麼巨大的災變 因為這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 其實台灣的煤礦 礦災的死亡率跟發生頻率 可能都是全球最高的 因為從國民黨來台灣 要整備這些軍火工業 要反攻大陸開始 礦業當然也是被市委當中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當時並不重視保安 就是說礦產的職業安全 並不是在考量之內 所以就是你愛怎麼挖就怎麼挖 被礦工是完全沒有保護的 以至於台灣的礦工死亡率 就是非常高 即使到1970年到1985年的中間 大概死亡有1200多人 然後每年平均出事是45次 確率很高耶 一年耶 所以也就是說 即使撇除三大礦災幾乎幾天 幾天就一個禮拜可能 一個多禮拜就會有一個小礦 跟礦災 只是有沒有死人而已 或者死幾個人 那死亡人數一年是80幾個人 平均我講平均 所以每年都有礦工犧牲 只是說1984年這三大礦災 海山死了74人 它是發生在6月20號 然後7月5號不到一個月 沒山死了103人 就是台灣有史以來 死亡人數最大的礦災 然後到那一年的12月 又發生海一 海一又死了93人 所以但是這半年 大概加起來就死了270個礦工 那連傷者可能有600多人這樣 死傷 那這個台灣才對 確實那時候大家受到很大的驚嚇 那政府就說就照理說 發生礦災 第一件事情就是救人 再來就是 出事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這個全面安檢 對不對 就是說 大家知道已經有問題了 尤其是到後來 因為越挖越深 像海一 深到地底800多公尺 這個全世界來說也是很了不起的 其實我們看 就是以那時候用能力這樣挖挖挖 我們現在 現在有現代機具 挖到地底800多公尺 那麼深 你看進到那麼深去工作 你的風險一定相當高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你可以感覺 這是一個非常高風險 你是不是應該 你已經死了74條人命 你是不是應該全面停工 然後做安檢 可是事實上並沒有 對 當時因為海山是一個特權的 特許的礦場 海山的老闆又是 那個省政府議長 省議會的議長 所以呢 國民黨政府又不太敢得罪省政府的議長 所以基本上就是 當然過去海山都是一個模範的礦場 連蔣經國先生都去拜訪過 然後也有很多資源在改善礦工的國律上 所以實際上 他本身會被質疑 所以海山在救完災之後 其實沒有多久就開始恢復生產 所以我阿嬤在坑外工作的時候 然後因為他是挑炭的 挑炭去燒水 他說大概有很長一段時間 好幾個月 那個煤炭都是臭的 因為那個絲臭味 炸到粉身碎苦 那些碎片都混在炭砂當中 然後就是每天都是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阿嬤是坑外工人 大家想一想 那美開始坑內開工之後 那些礦工是不是又踩著石臭味 前進去挖礦 這種你會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們為什麼政府會這樣子 你根本連事事原因都還沒有調查好 安檢那些更不用說 然後就說人家質疑 就是立法院質疑的時候 省政府那邊的回應是說 應該是經濟 經濟那時候徐水德 經濟部長回應說 政府沒有權力去要他們停工 那他就提出 他其實本來不想這樣做 但是我剛剛說 因為有一些政治因素 所以他就說 我們會我們基本上是 要透過品見制度來決定哪些礦要改善 哪些礦不用改善 那品見制度當然就要很久了 一個過程 再來海山一定是優良礦場 不可能是 海山的老闆已經出面說 底下還有很多礦賣資源 他要繼續做 所以基本上海山才會出現前面那種 發生礦災之後 原因不明 然後這些安檢這些也不是很確定 然後就礦工們就已經又開始動工的工作 就是當時 當時的事實 我覺得如果那時候 犧牲了74條人命 全面台灣的礦場停工 然後做安檢 我不知道後來會不會再發生 那個煤山跟海一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有助於 在每一個礦場都去提升他的安全的設備 但是風險會小很多 可是我覺得政府就是沒有任何作文 然後就等待礦災再發生 結果真的就是礦災又發生了 所以我覺得這看起來好像是天災 然後其實也不是 也不是真的天災 其實是治理有問題 任招的是海一 海一煤礦 海一煤礦有一個幸存者 因為他在最深的 那個最深那一層 在裡面八天才被救出來 然後他為了 為了生存就去吃同伴的屍體 哇 然後八天被救出來的時候 他算是醫師還清醒 可是那時候媒體是不是就一片華然 有人吃人肉 然後生存下來 所有的媒體都擠上去去訪問他 壓力很大 他是幸存者 可是是吃人肉幸存的 所以要面對媒體的壓力 可是更離譜的是當時 政府覺得 連續發生三次礦災一定是有肥碟 潛伏在前面 所以不然不可能 所以 調查局啟動調查 就是這位周中武先生 都被調查他是不是肥碟 製造災病 對 那後來 那後來 調查結果發現他真的有吃人肉 而且還有他帶下去的那個火藥 炸藥都在 所以才沒有再被 再被繼續審判下去 搖天的 非常好妙的一件事 很離譜啊 大家可以好像說 那個年代這種事情都會發生 你好不容易倖存下來 面對你的是什麼 什麼樣的社會壓力 還有什麼樣的司法過程 所以 你會覺得礦工的命不是命 我寫這本書我真的覺得 讓我最感受最深的是 礦工的命不是命 是國家暴力 不斷的不把他們當人看 在復服他們這樣 嗯嗯 這樣整個描述的過來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背後 就是每一個家庭背後 都複雜的政商關係 這跟他沒有關係 但是又很有關係 我所謂的沒有關係 這也不會是 不會是因為你這樣發大財 可是有關係 是因為你怎麼處理 就會影響到我的家庭 這個數百上限的家庭 都是在這個看到這個 複雜的政商關係 某種的特權特許 或者是縱容 或者是某種對於公安 對於職安的不重視 對於這個採礦的 這個態度的這種 輕蔑的這種結果 導致的每一個人 都成為一個受害者 這個受害者 還不是個人還是整個的家庭 甚至某種階級的這種樣貌的 產生 那這也是你這本書 非常重要的一個書寫的策略 就是從一個個人的生命史 或者他家庭的生命史 對照在整個台灣的經濟發展的過程 可是你剛剛做了一個結論 就是礦工的命不是命 所以我最後一個問題想要請教柏芬 就是你曾經也說過 就是說完稿就寫完這本書 應該不是一個人生命敘事的結束 而是一段新的社會行動的開場 那我們認識柏芬也非常久 過去柏芬 不管從這個勞權 或者是原住民的權益 或者是一些這種所謂的弱勢的 各式各樣的階級的權益 其實柏芬都透露非常非常多 也是一個在第一線的社會運動者 那這樣的一個寫完這本書之後 為什麼又有一個所謂的新的社會行動 要開場要展開呢 這個社會行動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有覺得 這要去做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今年是2024年 海山煤礦發生的時間 就三大礦礦發生的時間是1984年 所以今年正好是海山40年 然後我跟海山周邊的一些里長 包含祖田里 永明里跟大安里的里長 我們終於想到 要辦一個海山四十的紀念活動 因為這麼久了 然後大家好像要遺忘了 然後可能因為我們有個新的 礦工資質的總統出現了 那我們覺得 我們在書寫這本書當中 發現的很多制度性的問題 其實都來自於過去的一個威權政府 他對於整個礦業的忽視 然後對礦業資本家的縱容 然後礦工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受到的不公平的對待 甚至後來成費病的問題 這些到目前為止 還是有礦工或者礦工家庭處在這樣的非常艱辛的狀況 簡單說起來我阿嬤就是這樣 我阿嬤現在還沒有過世 可是他的肺全部一片都是霧茫茫的 他就是成費病的患者 他也沒有受到任何照顧 所以我們今年發起海山四十的活動 除了就是會有一些朱建炫老師的攝影展 還有礦工畫家劉心青還有那個 就是有一些畫作在讓觀眾可以觀看著可以理解以前礦業的狀況 那我們也會有礦業的文化沙龍 還有現場的這些走毒 現在目前礦坑的走毒 然後這種系列性的活動 那整個活動的高潮會在6月20號的傍晚開始 我們會邀請礦工回家 那地點是在土城中央路的天主堂 然後我們目前正在錦羅密鼓排練一齣行動劇 然後由社區居民來演關於礦業的行動劇 當然還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表 就是社區型的表演的節目 那會在那天晚上的那個紀念的紀念的活動出現這樣 那我們也歡迎大家繼續關注這樣活動 然後也希望大家我們現在在目前正在 本來其實是想要跟申請計畫 然後後來我們覺得這個對政府非常的失望 所以我們現在也想用線上募資的方式 因為我們一方面罵政府 然後一方面跟他伸手要錢 這樣不太好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活動的企劃 大概大致已經差不多完成了九成 然後我們會開始展開宣傳跟線上募資 那透過這個活動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我自己覺得我想要幫礦工討個公道 比如說比照 起碼比照過去被壓抑的農民 我們需要政府做的事情 包含公佈請礦物局公佈過去 當礦災調查失事的原因 到現在都不知道 然後第二個 這些還存留的礦工 遺孫跟家屬 如果有成備病有職業病的 政府必須要承諾要照顧 拿出經濟弱勢者要照顧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是一種 剛剛您說的轉型正義的問題 這個是比較個體層面的 那第三個關於整體礦權的部分 我這裡面有談到那個祖田這個礦村完全被滅存 對 然後還有那個遠雄對於海山 那個湧林域的整個開發的弊端 我覺得政府是應該給我們一個交代 那你這個礦區的土地再利用跟開發 政府的策略是什麼 怎麼去面對我剛剛說的那個土地全屬的問題 我們希望這一次的活動能夠 能夠對整個台灣的礦業史跟 曾經在礦場工作的這些勞工 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他們的處境 希望大家一起來參與 來關心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想這是重要的 就是它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 它可能涉及到剛剛談到的轉型正義的問題 就是我們知道轉型正義都會談到 就是一些過去的歷史的各種因素 導致個人或者是他的家族 或者是整個社會的一些傷害 那很簡單就是 那到底造成這個悲劇的真相是什麼 那應該要有的一些後續的救濟 或是補償的措施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其實當我們在面對轉型正義問題的時候 這些大型的工業的傷害 或者是這種產業發展 經濟發展造成的傷害 這個是要一併納入進來討論的 我覺得這個在轉型正義上面 它可能是更廣泛 或是更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也看到的是一個整個 這種所謂的國家 跟這些資本之間的關係 就是我們看到 這個礦權的轉移的過程當中 它不是一個自然的 它事實上是有非常多的國家 跟這個資本財團的 符鑿的痕跡在裡頭 它成為不只是特許還變成是一種特權 那這個狀況到現在還仍然在發生 我想這個是我們要持續關注的一個事情 那今天非常謝謝博芬來跟我們介紹 這一本書來談自己的阿嬤 這本書叫做末代女礦工海山煤礦 與一位社會學者對礦工阿嬤的生命考決 非常謝謝博芬 我們也會持續的再來關注 這個礦工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謝謝拜拜 我們下禮拜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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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禮拜再見